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一次投资 鲁豫有约 大咖一日行 提醒您稍后更精彩 鲁豫有约 大咖一日行 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 本栏目由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指定饮料大壶果汁 大壶果汁 健康美食每克 感谢3158招商加盟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创业投资者项目请登陆3158招商加盟网 我现在是在北京 中关村 新东方 总部楼下 我完全是路痴 但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我当年特别熟 因为我85年到88年在清华福州上高中的时候 这一片我应该是经常会经过的 每次采访之前我都会特别心虚 今天是我唯一一次心没有那么虚的 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上中学的时候 英语成绩还不错 虽然英语好跟采访余敏红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93年大学毕业到现在 我已经完全忘了在学校里边 在教室里面听老师讲课什么感觉了 等一下我想体会一下 然后再跟余敏同聊 对她有一些了解 很多的好奇 不知道跟我想上的是不是一样 录制当天下午 余敏红在外开会 等待过程中 鲁玉决定去新东方上一堂课 重温当年学生时光 我能敲门吗 欢迎郭老师 对不起 我打扰大家 老师我做后面行吗 好的 我们继续 那我来看一下第一功课 在我们的古代我们的飞鸽传说 但是如果你读过《编语火之歌》 这个原版小说的话 原版小说里面我们知道 那些西方人他们用的不是飞鸽传说 他们用什么来传说 他们飞乌鸽传说 所以在他们的文化世界当中 他们用的是这个东西 我们来简单寄一个同一词 crown这个单词叫乌鸽 那么另外一个词叫raven这个单词 它其实也是乌鸽的一种叫毒鸽 对吧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单词复习一遍 profit of monger 一单词意思呢 叫利贩子刚才我说了 那么scary monger 就是 今天下午课就先到这里再结束 好吧 谢谢老师 是这本书能给我吗 没问题 我又是我自己的衣服 怎么做送给您 您给我签字了吗 有 您要是不嫌弃的话 太好了 我回去就背 我全程讲成我很淡定的样子 您很淡定 一二三 好 待会见啊 拜拜 哪呢 喂 您好 您好 余老师 还是那么苗条 您好 您好 她是励志导师 你有梦想吗 每个人都有梦想 梦想是什么 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梦想 那就是分享大海 请同学们勇敢地对你们的恐惧 和勇敢地对别人的眼神 说一声 No Because I am myself 她是传奇企业家 沿着正确的方向 乘风活浪 我们一定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能够为中国的教育 乃至为世界的教育 做出我们自己独到的贡献 她是中国合伙人 我们下面打下了 这个冲突啊 大方的香片 古老的心 以及褪色的圣黛塔 年轻是为你写的歌 恐怕你早已忘了吧 Yes Very good 她还是大方总裁 今天 鲁豫拜访于敏洪 走进新东方 改做她的教育王国 刚才上了一会课 对 怎么样 那个GRE的课 GRE的课 我二十年前教过GRE 真的 我考过 但后来我没拿分 我不知道我考多少分 我觉得那些词 美国人都不知道 对 那些词的 原来都是我教的 现在二十年以后 忘了一大半了 您的办公室在九楼 办公室在九楼 那个前座的前代是六层 七层 六层 六层啊 给你看一下六层 因为一层是报名区 是在那边 现在报名的人数 已经很少了 因为全部通过线上完成 这两层总是 就是孩子要出过的 他们来咨询 基本上整个楼层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办公区 这员工平时也见不到 员工见到您还是 对 他们也会很心 他们看到我过来也会 走过来 主要来看你的 没有 主要是来看鲁鱼的吧 对吧 看到老板 没有 主要是来看你的 这是老板 你是第一次见老板啊 对啊 你在这工作多久了 我真的是刚入职 我刚入职还能 但是我回国的时候 就是说老板才入职 啊 哇 那我们喝醉了 可以啊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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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能把我的脸 劈成林俊玉吗 好 好了 不行 我们要上去开会了 谢谢 谢谢 好爱你 神 你得抱抱你们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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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救我 老板 抱你 谢谢老板 快了 我要火了 大家都很喜欢你 见到老板激动 我上去我不好意思啊 谢谢 谢谢 你看你都 popular 没有 见到老板也那一回 老板是五天了 谢谢小朋友们 是不是以前 也都在你们这上过课了 大部分都是原来的学生 后来到国外去读书 这个公司的员工 百分之九十 全是国外毕业回来的 你们有两千万学生吗 保守 保守 保守起来 两千万 太牛了 现在其实 一年就能到四五百万学生 这个就到了 总部的办公区了 总部办公区是最落后的 因为它是属于 完整的内部行政 所有的这种办公座椅 都已经是十年前的了 都没舍得换 老板很节俭 碰到一熟人 记忆来碰到一熟人 你怎么 中了 我们今天巧遇 你怎么会跟他说呢 他上个演说家 现在有好几个了 艾力也是 对 艾力也是 对 到我办公室看看吧 是的 对 我这个比较乱啊 全市书除了书没别的 你这真的是我见过的 最小的董事长办公室 还真是 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办公室 我见过所有的办公室 你真的这个 都比我大很多 真的 真的 而且你弄得一小 别人不好意思大 其中其实有一部分这个原因 因为新东方成绩 我过一段时间上市以后 很多人都想要扒办公室 后来我就把我办公室改小了 实际上 而且你连一个专用的 什么洗手间什么都没有 没有 天天跟员工排队枪洗手间 哎 很尴尬啊 对 已经有过无数次 这个 完了上下楼到处乱跑 对 所以常常会抢 我发现他们这个年代的 中国的企业家 其实在生活当中 要求不是特别特别的高 他的办公室 真的是我见过最小的 董事长的办公室 这是最深的感受 你现在还是每个月 保持看多少本书的 这个习惯 一个月看个四五本书 因为我看完书以后 有的时候会写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呢 有的时候就会发在那个微博微信上面 一般我发一本书的读书笔记 它的书的销量就会增加好几千本 哦 是吗 所以呢他们就 所以出版社会让你来写 出版社呢 所以他们知道以后就不代给我寄书来 但书太多了实在 对对对 这只是一小部分 这只是近一两个月寄过来的 我算是企业家中间读书比较多的一个人 北大在哪个方向 那个红顶后面 就那栋很旧的老楼后面就是北大 那个能看见的那个小屋顶 就是这个屋顶的后面那栋 就是我大学住的宿舍楼 所以你这差不多三十年 你的在北京的生活半径就是 围着北大 就这个地方 对 就这一圈 好 我们一起吃点饭行吗 走 去你们食堂是吧 不是 我没食堂 喝饭一起吗 当然可以了 我不做食堂 原因就是因为 我后来发现 食堂做的是最难让员工满意的 因为你做的再好吃的饭菜 一两个礼拜以后 员工吃完以后 他就会觉得重复的太多了 你给他们补贴吗 可以 喝了 你现在还敢狂嗦吗 你不敢狂嗦了吧 还是喝酒 还是狂嗦呢 昨天还喝醉了 昨天啊 你的量是多少了 一斤完全的量 你是喜欢 还是就必须为了要应酬才那个 我其实自己平时是不怎么喝酒了 但是在场合上我知道需要我发挥我酒量的时候 那就必须好 你住也住西边吗 我住在东边 我儿子在国际学校上看 你住东边 那你就每天购买的事情吗 对 路上折腾 来回 所以平常平均要两个半项到三个项 如果你要不在那个高峰时候还行 但是我没事 因为我能有在汽车里完整办公的本领 就没问题 我是属于那种动态平衡能力极强的那种 你现在还要一年得给学生讲个几十场那种像 用激励的讲座是吧 可能一年还得七八十场吧 你是喜欢还是必须要这样啊 一半喜欢一半必须 你前一阵还演了一个什么电影 我看 2015年 你客刷那个啥子 我看了一个老师 叫那个睡在我上部的兄弟 你还挺有娱乐精神 没有 新东方要直录广告 他们要几百万块钱 后来他们就说 如果于老师要一出演一个角色 这钱就免了 后来我就去了 好 同学们 Love at the first sight 是英语中 一见钟情的正确表达 算你做这个行应该从哪年开始算 9909 将近30年 27 28年 对 有的时候人会在想 我做这事的意义在哪里 偶尔会想 你偶尔会想吗 我想 我一直在强调我是有意义的 只不过有的时候也会有恶恼 就是觉得 做了二十几年 结果其实还是在做一个培训机构 对中国的教育领域的真正的影响 其实也并不那么大 就沉淀下来内容不多 福的内容比较多 其实这是我做到今天为止 就感觉到比较懊恼的一个地方 就是新东方 现在还是中国最大的教育公司 市值也基本上是最高的 今天可能到 最近150亿美金的市值了 收入也很大 一百多亿人民币的这样的收入一年 但是在我看来 这些东西都 都没法有另外一个事实 带来给我的喜悦更大 就是比如说新东方 出彩的这种教学产品 教学内容 教学系统 都能够走在中国前里 并且被中国的大量的公立的 或者私立的教育机构所用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那比前面的任何数据都 对我来说都更加有满足感 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说 到有一天 假如哪一天新东方没有了 那能留下来的东西 一定不是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是没有意义的 一个人的价值在于 当你死了以后 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过去了 还有多少人在不断地提你 还有多少人在不断地读你的书 还有多少人在不断地 用你所创造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你想过有一天新东方没有了 早晚会没有的 当然他可能是 50年以后没有 20年以后没有 500年以后没有 也有可能 但是如果新东方 一直作为一个商业机构存在的话 他一定早晚会衰退的 这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 你不可能永远占据一件事情的先机 你觉得你人生最强的能力是什么 是和人打交道的能力 把不同的人团结在一起的能力 对 我觉得这算是我的一个比较强项的地方 就是把不同的人团结在一起 这个是从小在农村这样的大集体中间长大 所带来的一个个人的性格优势应该算是 真的有领导才能的王强什么的 其实徐晓平都比我更有领导才能 他们之所以回来 实际上是我的人品起了作用 他们觉得我是一个蛮诚恳的人 就是跟着老鱼干应该不会吃亏 就说因为他在大学四五年 一直表现出了一种农民的时代 按照他们说农民本质 对 我后来就已经习惯了 因为我们从大学开始一直到这个做新东方 包括他们回来一直都叫我农民的 我看你给自己定义在书里面说 你是在美国上市的最好的中国企业的老板 对于上市公司的管理中间 就是说最合规的老板之一应该是 这就是为什么12年的时候 浑水公司攻击新东方的时候 最后什么都没得到的原因 他们攻击了很多中国公司 几乎每家公司都被他们弄倒闭了 就新东方 那个我记得 那当时几乎所有的报纸 对 大版大版的报道 对 就新东方一家 现在依然非常健康地 停留在废墟上 我觉得 那是12年是吗 12年 对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回顾这个企业 有几个像你说的 让你特别沮丧 焦虑绝望的时刻 那不算 因为那个出来以后 我只是哈哈一下而已 因为我一看他们的报告 我就知道他们在胡扯嘛 所以我觉得 但是呢 这件事情耗费了新东方 一千五百万美金 面对这部 以新东方故事为蓝本的电影 中国合伙人 于敏鸿坦言 电影很真实 但现实更残酷 事实上 新东方面临过许多危机时刻 2001年 美国的911事件 导致赴美签证 大幅减少 新东方的留学市场受到影响 接着 2003年非典袭击 新闻办公室 现在通报 几日全国内地区推典 新华州的最新消息说 停课四个月 新东方损失过亿 一度深陷财务危机 新东方艰苦时期 余敏鸿如何度过 那就是大批大批的人 可能就会死掉 那到最后的结果 新东方钱就没了 把新东方事情处理完了以后 学生也退光了 新东方也关门了 所以我待在那个房间里 待了一个礼拜 连我老婆孩子都不见 历经风浪 如今的余敏鸿 又有何感悟 那当时911 然后包括非典 那段时间算是你沮丧 和焦虑的时候 非典有一点点沮丧 但人数锐减了 对 人数会有下降 但是非典 那时新东方出现了财务危机 大家完全不知道 那个非典能不能控制住 一个是学生也不可能 到家里来上课了 第二个是凡是交费的学生 很多就跑来 先把钱退掉再说 结果新东方就 一方面是没课上了 老师的工资你还要照发 各个地方教学点的 这个租金你还得照付 另外一方面是 学生没有来报名的 还不断地有人来退款的 那到最后的结果 新东方钱就没了 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 比较紧张 后来我有一个朋友 借了我700万人民币 把这个危机给扛过去了 那段时间你是 完成很多思考吗 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的 因为我把新东方事情 处理完了以后 学生也退光了 新东方也关门了 我就坐飞机跑到国外去了 因为当时我老婆孩子 还在国外 那到了国外以后呢 当时的加拿大海国要求 我必须每天向他们汇报 然后那以后呢 他们才能让你进去啊 那个时候 让让进 因为你检查 如果不发烧什么都让进 但是呢 要求你必须 一个人待在一个房间里 一个礼拜 不能出来寄出任何人 而且他也必须向他汇报 如果你出来了 被碰上了 被查到 要被驱逐出境 所以我待在那个房间里 待了一个礼拜 我也 连我老婆孩子都不见 因为我怕万一 身上真有病菌的话 就很麻烦嘛 在那个礼拜中间 我写了好几篇文章 其中有一篇 就专门写非典的思考的 我忘了怎么写的了 现在 当时写完 我就发给全体新东方人了 很多人读了以后 还觉得特别感动 你就是很实际 碰到问题的话 碰到问题 解决问题 对 叫做逢河架桥 逢山开道 这是我的这种 做新东方的态度 应该算是 鲁豫有约 大咖一日行 提醒您稍后更精彩 本栏目 有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独家冠名播出 鲁豫有约 大咖一日行 提醒您 节目正在继续 本栏目 有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的指定饮料 大壶果汁 大壶果汁 健康美食每克 感谢3158招商加盟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创业投资找项目 请登陆3158招商加盟网 相比较新东方 曾经的内部争斗 这些外患 倒显得不那么难以忍受 早在21世纪初 新东方的家族化企业趋势 日渐明显 包括余敏洪在内的 新东方早期管理层 陆续将亲戚引入公司 在家族制改革 僵持不下的时候 王强和徐小平 先后递交辞职信 对这些老太太的事情 我是绝对不会干的 那我可不得跪在她身边 求她王强徐小平就在边上 然而 在余敏洪北大求学 和最难的创业初期 是母亲给了她帮助和依靠 而现在 却要让母亲和亲戚 离开新东方 在余敏洪看来 甚至是不肖举动 是继续沿用家族式管理 还是进行现代化改造 这样的选择和转变 对于余敏洪来说 经历了艰难的阵痛 所以你能够有那样的 气度去解决那样的问题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家里面的 刚好跟朋友的 对 那个时候 其实有点被迫的味道吧 因为当时 王强徐小平 他们从国外回来以后 过来一段时间 就发现 我的家族成员 在新东方的话 他们工作 开载起来 还是有困难的 比如说 谁敢命令我的姐夫 去随便干活呢 比如说 是吧 不光是我的家族成员了 后来 我的几个国内的合作伙伴 他们要把他们的 什么姐姐妹妹 什么的都弄到新东方来了 王强徐小平 属于他们做的 特别正的 他们是一个家族成员 都没有在新东方 那他们说 老于这种情况 不能发展下去 他们刚开始提出的 这个原则就是说 你的家族成员 可以留在新东方 因为毕竟你是创始人 我们认了 但是其他的成员的 家族成员必须走 但我想 我是新东方最大的头 如果说是 我把其他的人的 家族成员全部赶走 而我把我家族成员 留在新东方 这个没有束缚力 变得很自私 所以后来我说 那还是我先把 我的家族成员给请走吧 后来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 把家族成员 都从新东方给请出去了 所以有的时候 想做一个好的企业家 和做一个所谓 好的人之间 是有困难的 会有一定的冲突 比如说当时 包括我姐姐什么的 我老婆什么的 都对我 其实很不理解 觉得这不就是 你干出来的学校吗 你用自己人 还有问题吗 你知道我采访董明珠 她跟她哥哥 有很长时间 很长时间都没有来往 因为她不允许 她的家里人涉足隔离 肯定啊 所以是一样的意思 一样的意思 对 我母亲后来说一句话 就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不为难你了 尽管我觉得 你这是不孝的行为 你只要能把新的方 做好就行了 老太太最多 有的最多说 你看你家里的人 帮了你那么多忙 最后一股股份都没拿到 结果你国外回来的同学 结果拿了那么多钱 最后都变成一万疯了 结果我们家里的人 都还很穷 我说哎呀妈妈 不是这样的 你要花多少钱 儿子给你就行了 你现在如果平常 比如逢年过节 还需要给你妈妈 行大礼吗 那这是农村的规矩啊 我现在比如说 跟我妈妈在一起的话 我一个礼拜会跟她 在一起两三次吧 陪她个几个小时 那我会帮她按摩啊 或者呢 拉着她的时候 跟她聊天啊 非常有耐心 人有的时候 做大事的人 需要具备壮士断腕的勇气 我真的相信 做好人和做好事 是矛盾的 我所谓的好事 就是你要做一件大的事情 它一定不是两者都可以选 never 它永远是either or 就是你只能二选一 但是是这样 当你做一个企业 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企业会有它自己的生命 你对这个企业 负有很大的责任 你对很多人 负有很大的责任 你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时候 那个所谓的亲情 那个好人的那个身份 你要暂时地割舍掉 你只有做了好事 更多的能力去做好人 我看你的书里面 有一个词 给我印象特别深 你说觉得是个loser 你在什么时候 觉得自己是特别深的一个loser 是从进北大 后来再到北大 当了两三年老师的女的 大概七到八年时间 比如说我在大学五年 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也没追求过任何一个女孩子 这是典型的内心 对自己没有任何自信的表现 现在这种loser的感觉 不会有了吧 现在肯定不会有了 现在我又要了 又还怎么做心动方 但是人还是会有脆弱的时候 有啊 但是你知道脆弱来自于何方 你会想办法去消除 你那个脆弱的那个点 现在我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都会去想 我怎么样用最好的方法 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就是对于内心的恐惧的克服 这件事情极其重要 因为所谓企业家 就是开疆吐吐的人物 如果内心有恐惧感的话 肯定就会完蛋 但是有居上的时候 有迷茫的时候 有省之游 有灰心上气的时候 省之游的时候 累到最后 你就有想放弃的时候 这种时候都会有 你从来不相信 所谓什么平平淡淡才是真 我现在用在生活中 我平平淡淡才是真 没有问题 你看我住的房子 是普通的房子 身上的穿着都是普通的服装 完了我家里几乎没有超过 一万块钱的东西 我觉得这叫平平淡淡才是真 但是对于一个人 生命的丰富性 和一个人生命的成长性来说 你用平平淡淡在争来安慰自己 你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 平庸的这个状态下 去定位自己 那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我觉得把生活层次的东西 和生命层次的东西 应该是分开的 所以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的生活苦过 即使我在北大当老师的前两年住在这个一个八平米的地下室 连个窗户都没有 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要把它打造成了一个很美好的读书世界 到现在为止也是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一盒盒饭 一盘饺子 我的秘书都说你怎么吃不腻的 就是说今天吃饺子 明天吃饺子 后天还吃饺子 我说我一个人的时候吃饺子最方便 完全不腻 但是对于我的生命的追求上面 我的要求真的还是挺高的 我每天都会在睡觉以前问一下自己 今天浪费了几个小时 那些事情该做的 那些事情不该做的 真的你会这么问 养生习惯了都已经 因为我会写日记 怎么样算是浪费 我原来最多的时候一年能断片三四十次呢 现在没有了 现在大概一年有两三次三四次 表明我的自制能力已经变强大了 于敏洪创办新东方之初 就是教授英语GRE填控课程 今天鲁玉提议和于敏洪一起来到新东方教室 重登教室讲台与学生面对面 你刚才已经到这个教室来听课了 是吧 听了一会儿 同学们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吴老师和李玉琪 可能要耽误大家一点时间了 这个老师贵心来的 我姓马 但我不是老师 你不是老师吗 这位是老师 阿姨老师好 你是咱们GIE老师是吧 我还以为你是进步主持人的 穿得那么漂亮 我的最后一堂GIE课是在2000年的 大概是9月份结束的 从此以后我就离开了这个GIE的教室 原来我就讲天空的 而且讲的是真的是 在北京地区至少 当时讲到了No.1的地步 所有的学生都特别喜欢听我讲天空 但现在让我看的话 估计一道题都不会讲 这个什么东西都是一放下 功夫就会陌生 其实GIE我觉得也不难 就是反复做题 而且要把你做过的题目 要继续反复做 这个连陈老师长得这么小小 都能把GIE学好还能教 我觉得在这儿 大家根本就不会有问题啊 需要问什么问题 大家就尽管他了 好 就是现在学生们有什么问题 可以举手示意我一下 你老师好 我们好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 有没有一些什么读名秘籍来分享 比我们这些正在保受英语折磨的工学 因为当年我们考托福的时候 满分是670 对 677 我必须得用 就用到我会 我才会去学它 否则我会觉得我特别浪费 特别亏 然后我有一点 我有一点 其实我不是特别背单词 我单词量肯定没有余老师多 他当时最高峰有3万多的单词量 现在可能也会有1万多 现在1万到1万5左右 但你是背的对吧 首先是我我是背的 就是说我背单词开始于 就是说我在大三的时候 得了肺结核 住到医院以后就没事干 其实在里面我接受两件事 第一个是读书 大概一年在医院里 一年读了300本书左右 紧接着第二件事就是 因为你不能一天到外读书 总得有点别的事情干 所以当时我发现 我反正英语水平不是特别好 读英文原著的时候 声词太多 我觉得插单词 怎么那么费时间 我就说那我还不如 先把单词全部给背出来算了 然后后来把所有 中国能收集到的 就是说有着英语单词 注解的书的那些单词 背完了 把那些是读完了 后来就发现 没有这样的书读了 就拿着这个老文英汉 直接开始背了 那么大概在医院里的时候 背了差不多有一万多个单词 加上我原来在北大 已经有五六千个词汇量的 这个基础 所以就接近了 这个两万个单词 就实际上背单词这件事情 后来带来了新东方 实际上 因为如果我不去 教GIE词汇的话 那么我就不可能有 那么多的想法 就不可能有 就是说最后说 我干脆自己开个学校算了 所以有的时候做一件事情 这些前因后果 你是不一定会知道的 就像你认识一个人 不能说 我要认识于米红 因为我认识他了以后 他可能能帮我做这个 能做那个 其实不管用的 你知道吗 管用的是你自己心里这种感觉 就是你心里对自己有一份自信 有一份阳光 你身边所有的事情 都是自信和阳光的 我们人的一生 是由我们自己的心态来决定的 是由我们自己 对自己的信心来决定的 是由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来决定的 所有这些东西好了以后 其实跟你GIE考是好与不好 跟你能不能出国都没关系 但是你的一生 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一定是这样 说到讲英语 怎么说他这么多乱七八糟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问鲁玉老师的 就是我看过您的 做英语的视频 我发现您没有什么口音 然后我想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是怎么做的 语言这个事吧 你千万不要纠结 我讲的准不准 语法对不对 用词是不是精妙 只要你把你的信息传递出去了 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个就是我们受的那个英语的教育 其实在生活当中 这是没有用的 咱们中国人出去讲英语 老不敢讲 就是因为我先想 先把你要讲 先讲一遍 其实真的不用 标不标准 什么语法对不对 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觉得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他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你对中国人讲英语的时候 你会特别害怕 但是不管你英语多烂 如果你在那里面 现在是个老外的时候 你是不怕的 只要你会讲 哪怕一个一个字不算 你就不怕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老外是不会挑剔 你的语音语调 以及语法什么什么 他只要听懂 你在表达什么东西就行 所以我讲英语 在中国人面前讲的时候 从来没有人说 我讲言语好过 但是我在老外面前讲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 英语是非常好 反正是因为我每次都要到老外那边 去寻求我的满足感 而且咱们的词汇量 能把老外给震住 等于要像这个语音语调 怎么样学得跟鲁鱼一样好 这个需要向他请教 如果想保持语音语调 不正确可以向我请教 好 这个女孩 我听说鲁鱼姐非常喜欢 那个董孙那个演员 他声音非常Sexy 然后鲁鱼老师和鲁鱼姐能够 就是像他一样打过一首 就是这个 听到腿软 太棒了 是一个情书 July 31st 1978 In you, I have found everything I want I want nothing else in this life than to be with you I've been dive-bombed by an angry raven Black and glossy as the devil's hoof I've lain in water warm as milk Soft as silk While around me played a host of dolphins I have met a thousand animals And seen a thousand wonderful things But all this I did without you This was my loss All this I want to do with you This will be my game All this I would gladly have forgone For the sake of one minute of your company For your love Your voice Your eyes Hare Lips Body And above all For your sweet Ever surprising mind Which is an enchanting quarry In which it is my privilege To delve Went The aware Just like this You need to write this What a Okay The You need to be You need to work Well, you need to write this Is You need to What a It's It's What a I S So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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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新浪娱乐搜狐娱乐中心网凤凰娱乐 中工娱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欢迎从新浪新闻客户端 网易新闻客户端 凤凰新闻客户端 搜狐视频 获取本节目的更多信息